NBA现归第一人詹姆斯,如今,已经是一名彻彻底底的胡人球员,但其实队的经历恐怕是难以忘怀的,甚至不少球迷和媒体猜测他离开骑士和总决赛中队友的糟糕表现有关。 在昨天的媒体与詹姆斯接受采访时更是谈到了总决赛G1的势力,已经离队的詹姆斯这一次终于舍得扑一些猛料了。 詹姆斯接受记者Dev McManaman的专奏,谈起总决赛G1的律师表示,我为那场比赛付出了一切甚至更多,那场比赛消耗了我太多的情感。 你知道第一场比赛的输赢对总决赛的心理基础奠定非常重要,最终我感觉胜利,被人从手中堵走了,一些吹拔和某些回合会让你抓狂。 赛后的我非常沮丧甚至情绪失控,连续击打更衣室那个白板让我的右手出现了深度挫伤。 那么上赛季总决赛G1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气得情伤极高的詹黄金胡子才影响了后面系列赛的发挥。 首先是比赛最后,还剩下36.4秒时,纽视队102比104,落后着骑视队两分。 杜兰特持球上篮和线防过来的詹姆斯发生撞击,裁判先是判把杜兰特进攻反规,但观看录像后又改判,为詹姆斯移动阻挡反规。 这个判罚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随后比赛进行到最后4.7秒时,此刻双方战成107比107平手,其实队人有机会赢球,因为在进攻中J2使密斯抢到了前场篮板,但他没有选择直接,出手也没有选择快速传球。 虽然詹姆斯在一旁大海外将打手势,J2还是傻乎乎的自己将球运到了三分线外,这导致常规事件走完丧失了最好的绝杀机会。 詹姆斯当场情绪就有些失控了,总决赛第一詹姆斯,看下了51分8篮板拔住不仍旧输球,最有致命失误加上裁判争议判罚。 最终詹姆斯在赛后,没能忍住情绪,在更衣室发泄时弄上右手,权罪情绪跌落谷底,让骑士林比斯被勇士横扫,而詹姆斯在修赛期也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自己要改变打法,不想再一个人承担所有重任了。 能看得住上塞机的骑士,真的是让他身心疲惫了,似乎所有人合适都在逼他离开。